每逢佳节期间,基于市场的需求,机票价格都会比较昂贵 虽然今年开灾节,交通部没有为机票设顶价 但是当局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,确保价格受到控制 其中包括了交通部呼吁航空公司增加航班 让乘客可以根据价格做出选择 交通部长陆兆福表示,当局收到很多建议 希望交通部可以为佳节机票设立顶价 但如果采取有关措施,将会对普通日子的机票平均价格构成影响 因此为了长远之际,当局只能要求航空公司增加航班 以便可以拉低加节期间的机票平均价 陆兆福在南湖镇综合车站为加长途巴士服务主持推介里后这么表示 而相较于往年加节期间的机票价格,今年涨幅的趋势稍有下降 另一方面陆兆福也宣布,政府体恤人民高生活成本 所以决定不调涨长途巴士的票价